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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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您出手相助 等您出手相助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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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为出现的周围 航家adas 臨路太闷了 何上指堂的两家掌打赏经 或者玩ев航 produced 进去 不想活着离开 可恶啊 世前竟有此等高手 我乃是人工将军 大贤良士张角之地 却不能辜负 兄长对我的信任 我赶紧 我赶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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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成功战成了对手 如此孙子便能得救 落尔如老妇 落尔如死之手 硬龙 这力量名不虚传 那 您是千万能平定此万事的跪远 不可让您死在此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是赵云 再跑 吴 吴掌他被敌人 无须多言 你声势不轻 你先返回英众 方才真的非常势利 可是一用兵 既然如此 可否请阁下 助在下一臂之力 看来只有我等独自迎战了 眼前之敌并非等闲之辈 还请诸位安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道别之后 战死于沙场 为守护天下万民 在下到底该何去何从 龙一般强大的阁下 宁卫在下指明了道路 在下赵云 愿凭一兵铁枪闯荡乱石 面前总有百万大军挡我去路 远入麒麟一般 开辟一片崭新的太平之势 是 走吧 我等夺会子善 一些战死之同袍 大胆间隙 可知此地乃是刑场 尔等就跟天柱派的女子一同 乖乖成为尔石吧 跟上在下 逃到安全之处 尔石 多亏你帮忙 哦 谢谢 幸好无事 只不过 还是向这位一事道谢 我的名字叫做红金 正在暗中侦查黄金 这块玉石 军武在身 先行告辞 还请阁下 随后前往广宗前线 若朝廷军得到阁下相助 必将士气大振 能不能也带上我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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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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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何人 如此可以 这是何等不祥之棋 真没想到 你看见此等邪气竟毫无举色 身为一切义勇兵 未免驱才 我等孙氏一族 效用善战 看你比猛虎 凭我孙氏之尖牙利爪 他日定可成就一番大业 然则 那邪恶之气将来必成大患 且看 其故相当至你我二人 何者将率先撕碎 这笼罩世间的黑暗 我以为你会始算 你必须将此事通报曹都尉 寸间先行一步 莫非气的文官 是那个人造成的 必须尽快告知师父 你要一起来吗 闪耀天际之繁星 昭示世人之命运 为祸世间的黄金一挡手谋张角 已与其匠心一同陨落 可战乱仍未见终结 灾厄与死亡 蔓延于大地 战乱之元凶 是唯利是图的宦官宁臣 为铲除元凶 各路英雄再度奋起 红经你回来了 师父很担心你啊 有客人吗 真是手气 大概是这样 抱歉 我有急事 师父 师父 山上出现了妖魔 师父前去调查了 谢谢 我好担心师父 但 如若要上山 去做好充分准备 去做好充分准备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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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原来如此 黄锦军邪气缠身的原因 果然如老朽所料 有头绪了 老朽记得 应该在此附近 有了 是此物 由气炼成的丹药 需额外获得大量的气 才能升华为真丹 气量之大 难以通过生灵涂炭的战争 和灾难以外的途径获得 再加之 用于收集邪气的容器 是人体内的丹田 据传 唯有受古龙庇佑之一族 才拥有能承受奇力的丹田 这所谓的真丹 恐怕与此次骚动脱不了干系 师父 关于御龙道士 您可有头绪 忍治邪法的道士 并不在少数 不过 我等寻着邪气 或许便能一探真相 那么 接下来 洛阳啊 警师的某位大人物 有不少骇人听闻的传言 我们走吧 务必要多加小心 洪京就拜托了 他莽撞的性格 真是与那家伙如出一辙呀 张公公正在休息 钱杂人等该不接见 还不快滚 跟我来 阿满 好慢 此二位是 停了不要吃惊 正是他们讨伐了张总 来此途中巧遇 便邀他们二人一同前来 在下中军校尉袁绍 自本出 和这曹梦德 刺幼便有熟识 不讨厌 如今便是三宫都难以接近张让 不过 也并非束手无策 原来如此 莫非这个武警通往密道 很好 由吴来先行开路 只不过 若是此地失守便会无路可退 须得一人留守 交给我吧 是手上有余温 提高警惕 如何 可 阿曼 通道侠寨 尚能行走 似乎可真身处牢房 感谢几位伤主 小女 姓真名符 她不怪 已经想要保护小女 多有冒犯 还请恕嘴 殿下是 大男 人 少一 大男 一 女 一 女一 大男少年 多 太 贵 莫非是袁将军 那位将星闪烁之人 没想到竟会再次遇见您 没错 在下正是袁绍 星象上是如此显示的 远处 真小姐就交由你护送了 总不能带上她一起吧 尔等可千万别掉以轻心了 本侯正忙着 来者何人 张公公别来无恙 不知散播可一丹药之人 可是公公您 如今证据确凿何从狡辩 原来已经沦为妖魔 你这无理之徒 本侯府邸 你岂容人说来便来 既然不请自来 本侯 就收下儿等之气吧 你干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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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要做什么 等等 你想要的是钱财 宝物 女人 是 是丹药 那边 那边分你一半 有了这些 要住起万事之业 也非难使 看来已有人抢先一步 从今往后 这天下定将更加混乱 若此乃天意 也罢 曹某当奉陪到底 直至扑灭战乱之谎 眼下大汗天命飘摇 内外交困 将来只怕不知会有几人称帝 几人称王 既如此 曹某当为国家讨贼立功 还天下以太平安定 英雄莫问出处 贤才不论清拙 而若欲建功立业 曹某当显出相隐 看我等如朱雀一般 欲火腾飞 直冲云霄 战事已进 必须逃离京师墓兵备战 孟德 就等你一声令下来 该到我等乔佩子弟 大写伸手之时了 嗯 就在张让遭到朱沙之后 丹药不翼而飞 与此同时 性秦残暴的董卓 以强大的兵力 掌控了京师 袁绍和曹操 怀疑董卓与丹药有所关联 决定起兵 讨伐董卓 在两颗将星的号召下 无数光辉集结而来 结成了足有十八路大军的 反董卓联盟 丹药 感激不尽 赶到何下事 公孙将军麾下 明归赵云 真不愧是孙将军 还没完 带我取下华兄的手间 慢着不服 不说道具 要让冻贼 先是我孙氏之勇武 跟我抄 文初 此战胜举已定 诸位 逃乏逆贼冻住的时机已到 冲军出击 热 嗯 是尔等啊 此次也为我军奋勇立功吧 务必要小心 姑娘可是叫红京 不知能否 前往照顾我军伤员 你让撒家带着丹药 退往美雾 是 就由吕布阻挡敌军 为义父 争取时间 那就交给你了 吕布 我 你让我军奋勇立功 那边是吕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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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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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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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 转发 赞 订阅 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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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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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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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权自中谋 我军正好遭遇棘手之事 此乃不祥之兆 难道父亲有何不所谓 别说傻话 蒙湖怎会如此轻易遭人所擒 对不对 老天 虎之一族 肯和老夫合作吗 不管你问多少次 我都不会和邪恶之人合作的 放开我的一女 真是可惜呀 到底发生何事呢 大乔 孙将军 孙将军他 难道 老天 老天 振动点 父亲家人 这就是不服从老夫的下场 劝你们也好好三思 你只老怪 有胆别逃 可恶 我看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我绝见 你二人眼看就超越为父了 要坚强 还要不忘提示部下 身为主帅 不可耗勇斗狠 要即使不服 你很想为父 太过轻挑龙马 要阻止那个妖道 老爹 父亲大人 老爹 冲惊 爹 好痛 红镜他 红镜他一个人潜入董卓身边了 与老朽一趟前往梅雾 兰玉 一屋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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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又欠你一个人情 我至今为止一直拿捏不定 但现在 终于确信了 遥想当初 兄长不辞而别 我一直苦苦地追寻着 他的背影 他究竟为何而渴望丹药 若不查明真相 便无法回到曾经充满笑声的日子 见到你冲破邪气的黑暗 勇往直前的身眼 令我下定了决心 即使要与兄长刀剑相像 因为能如此质问兄长的 也只有我这个妹妹 我绝对不会放弃的 要能固执这一点 就算是和兄长相比 我也不会让步 那家伙居然还活着 多想能够再回到一起努力修行的时候 又一颗将星 自梅雾的天空陨落 吕布突然背叛董卓 夺取丹药 离开了梅雾 丹药已落入当今 天下无双之武将手中 曹操认为 吕布为虎狼之将 警惕着其动向 却因吕布偷袭了要地蒲羊 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险境 给将军开路 全军夺回蒲羊 王家 5 5 6 9 9 10 2 10 11 语物果然名不虚传 曹操君倒像是浪德续名啊 撤 援让 不可深追 撤 我军 你成功夺回浦阳城 四处都不见鱼部的踪影 难不成 是怕 怎么会有袁绍的士兵呢 你这个畜生 袁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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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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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德 万万不可轻言寻思 可记得我党当初的誓言 大哥 你若死了 为兄岂可夺活 那么 老张 带随利构 把城市夺回来 请大哥当安 一德 先稍安勿躁 某也同去 还有为兄 兄弟职责 当由兄弟一同承担 好 我们去给他 打倒立场 带队 阁下也愿意帮忙吗 能有意识相助 必当如虎天意 为将之道 理应为主克尽职守 绝不可轻言退让 阁下冒险来自 又为何够 在此处 许下天下商量的手机 为何 习武 习武 所为何事 在下前心习武 与辟邪 共赴战争 终于 在吕将军处寻得答案 习武非为伤人性命 而为守护自身信念 真正的武将 乃为守护信念而战之人 吕将军之坚强信念 曾令在下 为之静养不已 如今五运已尽 随主共赴黄泉 也无怨言 只是相逢恨万 未能以世间 另一位强者 尽情切磋 收起武器 阁下敬愿出手相助 看来此人杀之可惜 敌将张辽 你可愿 弃暗投明 效力朝廷 你可愿 Tek 请恕在下无法相告 进宫 落令下批沉入水底 是 曹司空的麾下 朕可谓才华洋溢 人才及己啊 可是 为何吕玉布不使用丹药 怎 怎么回事 这声音 液水了 是敌人的水沟 来了吗 陷入如此穷途之困局 为何你 始终不使用丹药 我 必须待此刻 躲时了 必须再次斩断 一切 弹药的火根 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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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有了 宋 一群乱世之处就在死户上残杀吧 查明鱼姬乃战乱之祸首后 我便决心讨之 这妖道四处散布丹药 驱使妖魔 此行 祸将有去无回 我不能连累抚养我的天猪牌 以及我唯一的亲人 潜入京师后 我佯装忠诚 侍奉董卓左右 以假面试人隐藏真心 伺机打探 鱼姬的动向 虽设法将丹药转移至霉雾 避免其落入诸侯手中 却始终无法确定鱼姬去向 我心生焦虑 决定堵上你罢 我若夺走丹药 却不加以使用 鱼姬应该就会现身 此计果真走效 却因我不敌一击 而功亏一篑 你武艺级高于我 定可担负讨伐鱼姬之大人 根绝邪器之使命 就托付于你了 若是要追那道士 许的地方援绍 还好 舍妹就拜托了 兄长 你长大了 红镜 吕将军他 为了不牵连小姐 费尽苦心 他背负起一切 孤身奋战之间 孤身奋战之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究竟是何一招 袁绍突然渡河南下 进入曹操领地 夺取了吕布所持之丹药 因惧怕袁绍率领之妖魔 曹操军据点纷纷叛响 尽管曹操军大战过后兵士劳累 局势十分不利 但其将心并未失去原有的光辉 曹操鼓舞麾下将士 一场赌上存亡的反击即将开始 领队尽管制作为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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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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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青龙掩月刀发誓 都说到这地步 俺也只能信了 你所信赖的义兄弟 如今身在何处 你的同伴又在何处 明白吗 所谓情义 如果就是空的 即使如此 被人小心 小心两位一滴 大哥 元少 混账 离开放了大哥 尔等着在情义的树子下 非非烟灭吧 好 兵长 兵长 你走 别管闻事 快跑 你走 兄长 怎会如此 兄长 这多一点 大哥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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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成为 优独播剧场 结束了 优独播剧场 那就 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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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场 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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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